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回到這裏斬眼已經第四節了 這個《蜘蛛網中的女孩》的專輯 我們剛才在尾上說有些貓屎 但Panda說我是紅貓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貓屎 我真的想知道 你沒有聽過貓屎 神台貓屎 神台貓屎也有 貓屎 貓屎 老鼠屎 粒粒 貓屎 神台貓屎有個傑後語 神憎鬼厭 還有一些就是你心靈雞湯上面的貓屎 神台貓屎 神台貓屎 是這樣的呢 還是部電影裡面是這樣的呢 其實看到有三顆貓屎 三顆貓屎我覺得是很嚴重的 很大顆嗎 不用大顆的 有一顆都不一樣 老鼠屎這麼小的 貓屎也不是很大顆 總之是神真鬼厭的那些東西出來了 它有三顆 大家看的時候可以留意哪三顆 有一顆其實是挺嚴重的 講兩顆 因為另外有一顆我發覺就有話說 第一顆就是在那個氣象館 他們是神患躲在那裡 它搞定那些東西的時候 怎樣被人揭發了他們在那個地方呢 就來一個電話 那個弟弟的電話 這個一聽電話 在那裡去那裡 你會立刻說 是那個小說寫還是那個戲裡面加還是什麼呢 總之這件事就說 是很貓屎的 有什麼理由它這麼 尤其是這個叫蜘蛛網絡中的女孩 什麼女孩 講緊互聯網 講緊這種有種開始接近特工 你去到想去特工那些東西的時候 竟然有一個這樣的疏忽 一個小孩子的那個電話 因為譬如他弄到他出去工作的時候 就已經 跟那個小孩子一聽到爸爸 他這麼天才 他就知道一定不是什麼的 這個是天才小孩子 不過我也很難說 你天才的小孩子是他的智慧 感情上 所以我就是說貓屎 因為你覺得沒事 因為黑客是很著眼的 那你就說那個世界 就想你講過他聰明到什麼 這個就是最基本 當你行動的時候那樣東西 貓屎就是這樣走 因為老鼠屎 實在是大毒的 貓屎就是 貓屎那時候 你有時候不是喔 好像說了一通 因為呢 為什麼叫貓屎不是老鼠屎 因為它最重要就是 經過荷里活 或者這些這樣的 那麼多關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個個都覺得沒事 出來呢 嗯 然後被人看 看東西那時候講個道理 不行的喔 他不是這樣 怎麼會有戲做下去呢 但自欺了一點嘛 這些就叫貓屎 戲是做到下去的 因為有一些叫做 一般的觀眾他看的時候 他不懂這種看世界的質感建立 其實我們呢 如果做那些專業編劇 尤其是主流電 這些就會執得很厲害的 因為你這樣做完之後 割喉的了 你已經 這個是一個犯錯 是割喉的 喂 我現在是這種類型的片 來喔 裡面呢 將農民生女下 變成了有些特工味 還有他告訴你 不止他一個 他根據那個肥佬 那個肥佬 其實這次是好過裝版那個的 因為那個呢 因為那個呢 他在那時候 在那時候 看那個人做事 這個演員就好 還有啊 黑人呢 黑人呢 他說什麼呢 喂 他是黑客高手來的 那叫做啊 比Vision Impossible 裡面呢 就有不同的 那些叫做大公仔 那些呢 這些呢 就是結義來的 他們是Family 他找不到那麼多錢 找不到什麼那些 但他是結義來的 但他們個個都是這個天才來的 包括呢 他現在保護著那個小孩 所以他這場戲呢 就出了事 那另一場戲呢 是什麼呢 你們可不可以猜到呢 我找回去 你先猜一下 不啊 猜一下吧 第三個呢 我就不說 不用猜了 我這段也是的 這段怎麼會是貓士呢 哦 就是他跌到這樣 還可以走出來嗎 不是 就是這樣結尾法 就好像你鋪排了那麼多 那麼厲害的東西 一個虎子 這場呢 各位觀眾呢 你看的時候都不會騷擾到的 但是這個呢 就是我講的第二個貓士 這個貓士是什麼呢 兩場來的 就是 蜘蛛女 就說 Well done Yeah thank you 然後前面那一條 喂 我在那裡 碰 那條自己人來的 嗯 那個人看過去跟他聊 而是出了這個 這麼大的車王 是解決了這個故事 其實那件事原來不是農民生 解決這件事 不是什麼 是一個意外 解決這件事 無錄 你說搞什麼 你為什麼會這樣設計的 劇情是一段落 你說這個 因為很多觀眾呢 就有我們這些叫感性邏輯 因為自己做的時候 有些事說服不了人 或者你明知 我們有影片也是的 明知這樣看 有時候有些製片家 有些動演 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我的 可能是我的 侄仔 他是 動作指導 這場我一定要給他 但是你這樣安排 那個戲 不理 總之要有長感的戲 那你呢 好 那你就執好這個戲 有人呢 就是感性邏輯呢 就是他沒有想的那個 就是呢 因為這場戲 立刻吸引了來嘛 你們都沒有想到啦 那段戲 是不是如果說回一個戲裡面來講 為什麼那個戲去到結尾 原來是一個意外 是解決那個問題呢 嗯 你這個是一個什麼的 什麼的動作片來的 不是給一個意外 不是給什麼那裡 那你就叫貓屎 不是老鼠屎啦 因為呢 老闆或者什麼 都會一定可以講多一個 講一個理由出來的 那個理由呢 就叫藉口 解決到那個問題 但是你的羅宋湯 就出事了 嗯 是 那現在呢 就說 那出事了怎麼呢 就這樣說 有貓屎怎麼呢 我覺得很好喝啊 那就是這樣啦 那第三個呢 就是道義的問題 就是不講的 就是跟著下的 因為在那裡 就令到我覺得這個 很可惜很可惜很可惜 就令到那部戲 就變成了出了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這位導演 都不得不提 他之前那部戲 大家怎麼看呢 就看 很棒的 那個叫什麼名字啊 《禁室殺戳》 當時我告訴你 立即不接管 《禁室殺戳》 是非常好的一部作品來的 還有因為那時那個導演呢 他還有另外幾部戲 都有講的 都不頑 因為他不頑 就是當時 這個都叫低成本電影 但是這部呢 完整得很厲害的 就是都開始混了 那部戲呢 對這個盲眼軍官呢 是很厲害的 那個戲 出到那個效果是相當之好 但是呢就拍這個 《蜘蛛網中的女孩》的時候呢 就出了一個問題呢 就是 你去到這個這麼大的製作裡面那裡 那裡呢 未必關他事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些 這樣的疏忽 放在一個叫主流片的創作裡面那裡呢 嘩 很吸引啊 你這樣說 是 很想猜是什麼 是 因為呢 因為呢 我們講完之後呢 都是沒有 就是沒有 沒有令到這個 《蜘蛛網中的女孩》呢 在我的那個 在我的那個 心目中那裡降低了 因為那個是《蜘蛛網》 我很喜歡 《蜘蛛網》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你會看到呢 他有另外一個 農民新的那個世界 講給我們聽的 那究竟怎麼說呢 我們呢 就是看他下文這樣 那樣 其實最早呢 現在都是看一套戲 收不收得 但是呢 那些 那些東西呢 就是 我們就會 去到呢 如果他低一顆貓士呢 我們都會忍一下手 但是只有三顆貓士呢 就是課程來的了 反面教材來的 一部這麼好的戲 你做得這麼漂亮的湯 就是追在那些貓士的身上 那些貓士呢 裡面呢 就是變成了 就是 有樣的 就是 為什麼有些戲呢 你出來 你那時候發得這麼好 都不盡永呢 就會 就是這種情況來的了 那我們去到這個時候呢 那裡呢 我們就講回 這個 這個 蜘蛛網中的女孩 尤其是 我們就再 我們再看那個 這個呢 三代的 六人生女孩的那個型 是啊 如果 相比來講呢 大家講一下 Panda 你覺得是 是不是 荷里胡版這個最好啊 是啊 最像 最像 小說裡面的那個主角 是 還有很優雅 她的殘酷優雅 還有我很等她的新版 因為她 去得相當之好的 David Fincher的荷里胡版 我覺得她去得相當之好 因為她知道 大家應該 如果看她那部戲 都看過《龍門新女孩》 那三部曲 都看完 之前還沒弄完 看完之後都 不要緊 她就告訴你 這個呢 就是我的美國版 或者叫《荷里活版》 在我的手上 我把它撿好 你會看到她實在 她真的很喜歡這個故事 還有她知道她那一層節 有些東西很棒 她用一個叫《荷里活》的風格 來把它撿一撿 但漂亮到飛氣之餘 那時候 跟著那個尾 她有一段 就做一個開頭 跟著第二集 跟那三部曲 是不同的 就做了一個 已經做了一個引子 給你知道 因為她是承繼了很多的財產 很多的東西 那裡 她會完全不同的 這個《龍門新女孩》 所以那個整部戲 就很完整 還有令到有一個open ending 大家想看她的第二集 這樣的 但是你一說那個叫做《玩火的女孩》 還有這個第三集 裡面呢 你都會看到就是《龍門新女孩》的這個演員 這三部裡面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兩個看的呢 《一、二、三》你最喜歡哪一集呢 我只看了《荷里活》那一套 你沒看 那你最喜歡《一、二、三》來講哪一集呢 因為我當時一口氣看的 所以看了六個小時 是 我覺得第一集的故事 可能會感覺完整些 還有有一種查案的感覺 是 因為二、三集開始講她的身世 還有牽涉的東西複雜了 但是可能當時的感覺呢 拍得有點悶 就是可能瑞典那個拍法就 第二、三部曲呢 其實真的沒有第一集那麼好看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 第一集那個推理多 是的 還有碎典版那個 因為當時她不是用一些 就好像《荷里活》那種 那麼Sharp的明星的樣子 的演員的感覺 有一種真的 很橫如小說味的感覺給我 但是當然去到 美版《大蕙芬茶》那個 就很有她的風格 因為當年《Fly Cup》啊 幾套電影的那種風格 都擺了去手 還有我同意阿Pinda說的 那個女角呢 在美版那個感覺 我也覺得是接近似 即是作者想說的那種 因為她有提過這個角色 其實有一點像 那些阿士堡嘉靜那種 即是自閉那種傾向的 其實是 或者那種反社會人格那種 那我看美版那個女生 那個眼神那方面的感覺 是多一點點這件事的 因為她不是說 證明到你 其實這麼看得出那種人 應該是 我覺得最新這套呢 瘦一點 即是眼神瘦 當然因為是 阿彪說的 她是成長的 我開始這樣理解 就是為什麼感覺上 她多了一種 還有有滄桑 即是那種 經歷了很多事情的感覺 這個是真的 感覺就是 是 歸納為講 都是 是 第一集 那個是最有爆炸力的 實際上 都是 你會看到那個故事 如果你三集都有看的 揚大銀貨去看 其實第二第三 其實都是 因為第一集的成功 怎樣都看完它 即是想看那個發展 好像哈利波特那樣 其實現在去到第五集裡面 去到這個 《蜘蛛網的女孩》 尤其是《蜘蛛網中的女孩》 它最明顯 它裡面 都是 將它歸納了 是同一部電影有關 一部動畫片有關 大家都知道 哪部動畫片 你猜不猜到 不知道 是公學機動隊 就是 龜學 公學 講得明 你連了都沒有 就是龜學 為什麼呢 因為 你會看到它的宣傳 或者是公學機動隊 都 你都看到 將公學機動隊的 視角 放在農民的新女孩那裡 而它出來的成功 也是說 這是歐洲版的 壓數指 公學機動隊 它只不過 它不是一個複製人 它不是一個 遇上靈魂的意識的故事 不過 這個網絡世界 它們是打通的 這次 如果你看 這個導演 是很明顯 或者很老套 就捉了這些東西出來 就告訴你 百分百 這個 《農民新女孩》 就是 公學機動隊 我都說了其他節目 你知不知道 這個 窗門 是 很明顯 是將公學機動隊 放在那裡 那裡 我都相信 這個 應該是第二個 作者 第一個 第一個 《天梅三部曲》 《天梅三部曲》 趁這個時間 都差不多 介紹一下 因為這個作者 都相當之可惜 因為這三個 極流行的一個作品 一時代性的作品 很可惜 就是他過世之後 才出來了 這樣 他不能夠在他在生的時候 拿到那些 那種 feedback 知道那些 feedback 都很可惜 還有一點補充 這個作者 原因是因為十五歲的時候 見過一個小女兒被人性侵犯 他又不能夠幫助他 於是他就把自己的 願望放在小說上 就是講一個弱質的小女兒 被人虐待 那用他 那個名字一樣 跟那個小女兒的名字 還有大家看這張圖 你看到什麼 她來過 香港 這些有些辦法 不說那麼多 我們都知道有些原因 這個就是他 所以這個原作者 就是 我想再遲些 會更多說的 這個就是接著 這個千禧三部曲 而出這個 《蜘蛛網中的女孩》 就是那個新的那個作者 那他就承繼這個 農民新的女孩的故事下去 那個故事電影都很清楚了 就是五年之後的事 那他唯一我覺得 他寫的時候 你會看到 他將那個故事 那個奇情化 用網絡的那樣東西 加重他 你會看到 他會有一個不同的風格出來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寫法 都是非常之精彩的一個作品 好像現在出了多少集 你知道嗎 已經有第五本 有五本的了 叫做《以眼還眼》 都是《的女孩》 我忘記了 但是應該還有的 因為他預計還有三部曲 這個是 但是當然因為 這個作者他死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沒有交代得很好 其實據說 他有一個圖書裡面 是有他自己寫的一些大綱 是 還有是有第四集 其實已經寫了一份三的了 已經是 但是因為那個電腦 是在他的女朋友手上 但是那個女朋友 是沒有那個 法律的權利去出這件事的時候 因為那些財產 那些權利那些 給了他家人 所以現在這個是 是他家人 找一些另外的作家去寫的 其實有些人就說 這個未必是現在 就是作者的原意 就是我們見到的反應 你始終都 那些文藝作品 你說百分百 要跟那個 奇飛鬼上身 沒有那個原意 那裡就不是很大的問題 但是他對於那個角色 就是再繼續發展 就是給他一個生命的延續 那個反而是最重要的 就是講過這兩個作者之後 我最後都要看一看 這個演員 因為這個演員 基本上原本 這個垂展的演員 我不會讀他的名字 叫什麼 都是叫Michael 不過就是那個姓 Michael 你讀一下 你這麼聰明 還有這個 那個O字 真的不知道怎麼讀 這個 Michael也是 他 我們今天 怎麼都要講講他的 因為他三部曲 裡面就是 那個角色 我不知道那個角色 你可能看小說 可能他比較適合 但是他年紀比較大 這個就是跟我現在新版的那個 那個 就小了一些 但是他就 過了新 好像去年過了新的 那他就是 在今年那裡 就是剛剛 就有一個遺作 就都出來 這個就是他 就是近期的樣子 不是米拉利人的樣子 因為他後來 他也有做過《鐵金剛》 然後也都做《Mission Impossible》 變成了一個 都相當之有性格的那個演員來的 近期就是 他那部戲 現在都好像沒有落畫的 是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他的那個 劇照當時 就是最好的 最風光的時期 2009年度 的那個樣子 那個樣子 他最近的那個 就是和《戰狼三百》 一起做的 那部 《潛艦遷殺令》 對 那部戲是相當之好看的 而且他做一個叫做 俄羅斯的一個 老的潛艇船長 原來就是他 是呀 是呀 你不知道 是呀 做得非常之好 好感動 因為他那個戲都不算是很多 但是你會看到 他當他拍了《戰狼》那部 其實那些戲 和《色英雄》 中英雄的那種戲 是相當之好 所以我們這次 這個 《蜘蛛網中的女孩》 那時間就到了 那我們也將我們準備 都可以 覺得到 還有 還有 他阿妹沒有時間 應該是 那第二次 去到這個第二集 或者《David Finchers》 的那一集 我們再繼續講 我們新年閱讀這些 怎會講得完的呢 好 那我們現在就和各位聽眾朋友 拜拜